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两个盟友 日本和韩国的关系近日显著回暖 两国领导人上周举行高峰会 并表示愿意恢复穿梭外交 本周二 韩国宣布已经启动程序 将日本重新纳入享有快速贸易地位的白名单 此前 日本宣布将解除 针对韩国的半导体芯片生产材料的出口限制 另外 韩国外交部周二表示 已经把与东京在2016年签订的军事情报机密保护协定正常化 针对日韩关系的转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6日表示 反对个别国家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日韩为何能够打破多年局域关系破冰 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博士 以及台湾东武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陈芳瑜博士 再次欢迎二位 我们知道日本和韩国因为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 关系一直不稳定 从这个一二年开始 两国的关系也是大幅的恶化 那为什么近期似乎是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呢 吴博士您的看法 其实这一次我们看这个尹锡悦 他去拜访日本 其实他是一个韩国的保守派 他们韩国保守派大概就是一些 我们讲的这个亲日 亲美的人的为主 那当然尹锡悦他背景是他父亲 早前早年在日本一乔大学留学过 所以尹锡悦小时候对日本的好感就蛮好 所以他在大选 他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有说过 要改善日韩关系 他的立场都没有变过 那当然这个尹锡悦父亲叫尹锡纵 他就是在一乔大学留学之后回韩国 是在这个岩市大学教经济学 这个统计经济统计学的泰斗 也是韩国经济学会长 那其实尹锡悦这次去日本 他的主要的动机很明显 他其实就是要将这个日韩关系降温 特别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 我们这个日韩最重是真功的事情 就日本这个战领韩国的时候 他在这个真功很多这个喜汉劳工 帮这个山林中做事 那当然这个对这个韩国人 是一个历史的伤痛 那当然不只是这个真功 他就很多妇女被强迫去做事情 而且有性暴力对待 所以在历史上面 韩国人对日本人一直很不原谅 就算他们两个国家都是属于民主国家 但是他们两个珍姐也在这里 有部电影叫军舰岛 大家如果观众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这个韩国民众其实蛮期待 尹錫悦这次出访 能替这个韩国人出口气 到日本那边也不要低声下气 其实他们有这种想法 但是尹錫悦到那边 似乎都没有这种表达 也没有说他接下来要怎么做 特别是他提到这个说 是否接受日本人道歉 还得再想想 他说日本人道歉很多次了 那为什么还要再叫日本人道歉 我觉得尹錫悦这种想法 让韩国人对他有点失望 当然最主要还有一点 就是这一次这个影视院访问 他有一个叫做地缘风险危机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南韩他最大的危险来源是北韩 而且这个北韩现在不断的捣蛋 然后这个让这个南韩 在这个地缘政治风险上面 受到非常危险 但日本也有 那这一次去他们想在这个 对于北韩这个核武国家 这个日韩想要做成一些合作 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危机之后这个习近平到这个 到这个俄罗斯访问 那当然让整个这个所谓东亚局是非常诡谀 那当然这个影视院这次去日本 也想要让这个东亚局更稳定 那当然影视院的想法就是 日韩的关系能降温 促进交流 然后日韩 美日美韩这个双边的所谓的 我们讲的联盟能深化 因为其实拜登上任之后 他就强调这个所谓的hop and spoke 我们讲这种叫轴扶行外交 当然这除了以美国为首的 美日美韩的安全同盟之外 他们也希望日韩的所谓 彼此之间要降温 并且呢紧密合作 在这个亚洲 形塑成一个所谓的民主岛链 那我想这一次是最主要这个看点 观战点在这里 但是我想影视院还背负很多的重担 而且他面对国内非常大的压力 包括我们等一下会讨论 是不是所谓第三者赔偿的问题 是刚才吴教授提到了 这个影视院所提出的 这个第三方代偿的计划 这个计划确实在韩国 也遭到了很多的质疑 根据民调 60%的这个韩国民众都不同意说 这个韩国自己来设置一个 基金 然后由韩国的企业来出钱 来赔偿这些韩国 曾经被日本来强征为劳工的 这些受害者 所以我也想请教陈教授 您怎么看待 就是说韩国的企业 宁愿自己出这个钱 也希望能够来修复 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其实我还蛮赞同 就是刚才吴崇涵博士的这个看法 就是说这其实日本跟韩国之间改善关系 绝大多数的就是为了去应付东亚 很快速的这个变化的这个国际政治的环境 那这个任何国际政治呢 其实都是所谓的双城赛局 也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必须要面对国内的压力 然后在国内的这个压力的这个情形底下 再去做出不同的这个决策 所以我觉得在韩国内部呢 这个民意可能还会再稍一阵子 就是说这个因为毕竟这个日韩之间的 这个历史恩仇并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做解决 即使现在因为强大的这个外力的这个因素 让两国外交关系快速的改进 但是我觉得这个要解决国内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质疑的声浪 就是恐怕这个双方的领导人 可能都还需要再废一番功夫这样子 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陈教授的是 您觉得现在日韩两国因为有这样的不同的民意 会让他们这个关系的转环变得格外脆弱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等于就是说我们来检视 先检视一下这为什么会有这个快速的 这个关系的转变 就是因为比如说来自于北韩的威胁 或者是来自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 然后呢在美中关系的这个改变 然后呢还有当然就还有中国跟俄罗斯紧紧的 这个站在一起成为这个战略伙伴关系等等 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 在美中之间 就是形成的这种延伸出来的民主与独裁阵营 在全球的这个对峙也不会改变 那美国现在就是很显然是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在拉拢像是这个印太战略 印太区域的这个国家 那很显然韩国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 如果说日韩关系没有办法就是变好的话 那美国在这个地方想要围堵中国 当然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破口 那大家只要想一件事情 假设 假设未来有可能都有这个台海危机发生的时候 那美军要如何应对在韩半岛有可能出现的这个状况 那美军能不能够使用韩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等等 这些问题其实对美国来说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也会不断的去想办法帮忙 或者是从背后的就是暗中的这个帮助 就是在这个日本跟韩国的关系上面 就是让大家可以就是加把劲 就是去改变这个关系 吴教授您觉得日韩关系改善 美日韩同盟更加的紧密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其实日韩他们属于这个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他们有一些特点 包括民主国家的 我们讲的经济成长 或者是善政 或者是疫情治理 许多方面他们可能会做的好一些 重点来了就是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之间 我现在讲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 我们讲民主和平论 民主国家不打仗 那其实日韩过去之间 我们讲他有很多共通点 最好说共通点 就是他们的共通点都是跟美国同盟 这让他们之间虽然有我们讲独岛的争议也好 教科书的争议也好 慰安复的争议也好 甚至我们讲 三菱中公这第三方残患问题也好 让他们两个国家不会因为一些 这个小小的 这个我们讲的不开心 而什么运用大规模的冲突 这民主和平论最大的一个特点 那民主和平论还有最大特点 就是民主国家之间要互相打仗 太耗时了 因为他们国内的所谓check and balance 我们讲民主制衡 会让他们出兵的意愿降低 而且他们的大规模的战争 基本上是没有 所以基本上我们讲日韩 这个关系虽然不好 他们不至于打仗 因为大家也想不想他们会打仗 那接下来的美日韩同盟 是不是更加紧密呢 这其实就是我刚才回归到 拜登就紧抓民主道德的制高点 想要用民主的价值观 将日韩再拉紧 美日美韩甚至台湾 然后来成为所谓民主同盟 那当然未来 是不是为什么有一个 我们讲的民主同盟 对抗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极权同盟 这点我们要继续深化 再看就是 中国现在还有一个不结盟战略 那其实从邓小平一直讲 他们不要不结盟 不结盟不称霸 那当然就是讲 他们用战略伙伴关系 他们现在基本上 跟基本上因为大国 其他国家都战略伙伴关系为主 那如果未来面对民主同盟的扩张 那以中国为主的 这所谓他们的极权主义的 结合合制成为两大阵营的 我们讲的互相较劲 那我想这个心忍在 这个就不远了 那未来这两大同盟 会不会互相较劲 我们要接下来看的是 中国俄罗斯 然后甚至我们讲伊朗 现在中国大陆帮伊朗 跟沙烏地阿拉伯 他们复交 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 我们就不要讲他们成就 基本上他们慢慢的 在那边形成一股势力 那人类社会是不是要往这前面迈进 那当然我们讲 冷战时期蛮冷的 因为大家要彼此有什么 彼此有互相毁灭的武器 有和贺阻 那假如未来我们面对进入到新冷战 我们要和贺阻 那是全体人类之福吗 或者是全体人类灾难呢 这是我们在研究国际关系 我们在研究人的行为 研究国家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都是特别去注意这点 因为毕竟 你要回到这现实主义跟自由主义的 这个冲突论当中去论述 我一直觉得历史可以是一面镜子 我们要好好研究历史 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是 陈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们看到日本近来 在国际事务上是格外活跃 尤其是岸田文雄 在这个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还会见了这个泽连斯基 所以您怎么看待 日本最近的这个 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角色 和他的身影 其实就是从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日本一直都是在经济上面发展非常好 可是在国际政治的这个角色 军事上面是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这个声音的 那是从安倍晋三首相才开始 他开始去提倡所谓的印太战略 慢慢的日本带领日本 就是成为这个区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政治力量 那现在很显然岸田文雄首相 也继承了像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就等于是在印太区域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国 那所以说在这个民主与独裁的这个对抗当中 其实我大部分的这个都同意 刚才吴从寒博士所提到的这些观点 就是说在这个等于就是一个慢慢行速的 一个所谓的可能这个所谓的新冷战 吴博士可能觉得说这个新冷战还没有这么的明朗 但是其实就是现在已经隐隐约约的这个成型这种新冷战 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所以我们会不是看来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到底会不会进入全面的对抗 这跟过去的冷战其实非常不同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这样子的这个结构 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对抗的这种结构 中国想要持续的去挑战美国这样的这个结构 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就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认为日本在亚洲地区 在全球事务上面都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好的 非常感谢吴崇涵博士 以及陈房瑜博士带给我们的分析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